美国当局表示 美国对中国超过100万维吾尔族穆斯林的任意和不公正居留感到震惊 要求终止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侵犯人群行为 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塔古斯告诉记者 重要的是要为在拉姆赞神圣的月份 中国在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大规模镇压活动的受害者说话 我们会与中国政府释放所有在新疆被任意拘留的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 以便他们可以带着亲人回家庆祝开斋节 来自东突厥斯坦的大学生苏比努尔乌买买尔江 通过自己的经历介绍了中国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和同化政策 他在一段视频中说 在小学的第二年级 中国当局开始为我们教授无神论教育 他们是共产主义者 所以他们希望我们也成为共产主义者 她是这样一个家庭的女孩 她的父亲被判刑是因为她是一位历史学家 她的母亲九年以来未能见到她母亲 土耳其祖国党举办的生产突破中土合作为题的研讨会在安卡拉举行 中国驻安卡拉大使邓丽在会议开幕时发表讲话 他表示近来中美贸易战和美国制裁华为对世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他指出中国和土耳其合作的深化需要稳定的双边关系 我希望中途两国能够做好必要的工作 增进互信使两国关系更加稳定 稳定的双边政治关系和贸易合作 在各领域的合作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周三表示 该国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 哈梅内伊在其网站上被引述称 我们之前说过 我们将不会与美国谈判 伊朗与欧洲和其他国家谈判都没有问题 但他补充道 我们不会就革命的核心价值进行谈判 我们不会就我们的军事能力进行谈判 美国对华为实施制裁的决定是中美贸易战升级 中国官方希望全面替换解放军所使用的window y作业系统 以防被美方骇入 加拿大汉河防务评论线上 军事杂志最新内容提到 中国成立网络安全信息化领导小组 内容指出中国为防止美方入签军事网络 要着手把解放军使用的window y全面置换为 中国自主研发的电脑作业系统 切尔西4比1痛在阿神纳 捧欧洲联赛杯 英超禁语切尔西和炮兵阿神纳 在阿赛杯将首都巴库举行的欧洲联赛大决赛中对决 结果切尔西4比1大胜阿神纳 第二次都得欧联杯 蓝军在2013年后 时隔6年再次都得欧洲冠军 这是蓝军第5个欧洲冠军荣誉 2000年在联盟杯决赛中 阿神纳1比4落败于托尔契的 加拉塔萨雷队 19年后他再次失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